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4月20号 4月20号 今天呢是星期四 那么刚刚在半个小时前吧 OK半个小时前我们已经知道了 今年不会 那么Raya呢是在4月22号 就是星期六 就是两天之后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球 后天星期六 那么国内的穆斯林将会在星期六 4月20号 欢庆开灾节 所以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Raya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 你的4天行程会去哪里呢 你接下来的4天年假 有没有去那里玩 有的话来告诉我 你会去那里玩 会去那里假哄 会去那里吸风 那么会不会去其他周术跑跑呢 还是说待在家里 最好避免出去外面跟人急 因为太多人了 那么告诉我 你会去哪里 OK 你会去哪里 那么我现在的声音OK吗 我现在的声音OK吗 那么OK的话 让我知道哦 OK好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呼吁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成为 风人馆YouTube的会员的话 那么欢迎你 也期待你 也希望你成为我们的会员 每个月只需最低10块钱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要给更多的话 我是无认欢迎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成为 风人馆的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需10块钱 就支持原创的好内容 支持我来跟大家 一起来讲新闻 一起来读新闻 一起来看新闻 一起来聊一聊 当下的时事政治课题 那么每个月只需要 最低10块钱而已 赶快支持风人馆 支持原创好内容 那么 这个星期今天的原创好内容呢 哇 我跟小编讨论了 小编订下了6个课题 那么我觉得这6个课题都非常重要 结果我有一点点的叹息 我都来 全部把它纳入一起谈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谈这6则新闻 那么第一呢 就是谈安华宣布开灾节的好消息 就是假期 然后大到免费发单折扣 那么第二则 有些朋友讲说 这个东西 怎么还要谈呢 不过我觉得 它涉及到我们华裔政党 华籍政党的两大政党的党魁 两大领袖 一个是现任的交通部长 一个是前任的交通部长 讲的呢 其实是个老问题 或者是一个常态 就是假节期间机票很贵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呢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在耍嘴炮 是不是在浪费口水 是不是在浪费社会的资源呢 所以这个是第二则 那么第三则谈一谈 似乎越来越激烈的 Sivakuma 或者是人力资源部的 这一个外劳配额贪腐案 OK 那么现在最新的进展呢 是大马驻孟加拉大使馆的 两名官员已经被扣留了 那么第四则就是 老马跟安华的这个联财论 OK 讲钱 OK 也是有一点的这个口水在 不过我觉得说 这个东西应该要深入的谈 应该要深入的 毕竟老马执政22年在家 22个月 那么他的这些 他家人所累积到的财富 是不是真的是通过做生意 那么做生意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个优惠呢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政策上的援助 让他做起生意来更加方便 更加顺畅 OK 那么第五呢 就是谈 巫统跟行动党进来的这个口水战 OK 这两个党 这两个党代表两个阵线 因为他们都是这两个阵线的主要政党 就是巫统的国政 以及行动党的希盟 那么第六个呢 就可以来潜谈一下 OK 潜谈 Muda 如果没有讲Muda的话 可能大家都忘记了这个政党的存在 忘记了塞萨地的存在 说起来还真的是有一点 有一点悲哀 因为一个党只靠一个人 那么这个是很危险的 如果那一号人物出现任何风吹草动的话 那么这一个党的存在的风险 就会非常的高了 OK 那么最后一则 我们就来谈一谈 Muda 那么Muda到底会何去何从 他会不会成为希盟的其中一员呢 还是说希盟继续把他放在一旁 当作是一个 不能够讲可有可 就是把他拉进来成为我的朋友 但不是我的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伙伴的那一种 只是不要让他离开自己 跑去别人那边 跑去敌对阵营那边 OK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六个个题 那么这里有没有做老板的 有没有当老板的 如果我觉得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呢 你对这个 你对突然之间的这一个假期 突然之间安华宣布的这个假期 你一定会是有一点不高兴 不是说不喜欢假期 而是不喜欢突然之间的这个假期 老板们呢 都希望说他们的生意 他们的这一些商业上的每一个决定都能够有很好的部署 但是安华突然之间宣布说 会多一天的假期 那么这多一天的假期就看来 落在什么样的这个时候 总之当安华宣布的时候 民众就知道说接下来会有四天的假期 就是星期五星期六礼拜跟拜一 那么大马厂商工会 FMM他的主席苏天兰就说 增加一天的开债节 特别公共假期 就是阿瓦哥讲的 特别的假期将会对制造业 就是马来西亚的manufacturing 整个制造业带来10亿令吉的损失 他这一个当然他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数字 但是但是从他的嘴巴说出来 确实这个特别的假期对制造业来说 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政府就不应该随随便便 就是很即兴的就宣布公共假期 那么这个政府很即兴宣布公共假期 我觉得是从这个体育赛事那边开始 OK 从体育赛事 比如说踢球踢赢了 打球打赢了 OK 那么政府就宣布假期 而且那个时候的宣布假期 是更加突然的比现在安华宣布的 这个还要突然 就是今天晚上宣布明天假期 所以最出名的历史 最著名的历史的事件就是马国民 OK 你应该知道了 马国民放马国民日放假 马国民日无假 OK 那么这个马国民 香港明星的马国民 跟马来西亚特别突发的假期 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一个突然之间宣布 即兴的宣布假期 也是因为这一个体育赛事 然后再加上编辑打标题 或者是外国编辑打标题的时候 就用马国 比如说新加坡就用马国 新加坡是没有用大马的 OK 新加坡是没有用大马的 他们是用马国 OK 那么这个突然之间的这个假期 它会让企业要支付 差不多7亿令吉的薪资 就是马来西亚所有的打工族 因为这一个特别的假期 所以老板们要多付7亿令吉的资金 所以这个对老板们来说 是一个压力来的 OK 是一个压力来的 那么其实我觉得 政府不是说他不可以宣布假期 而是不要随随便便 很即兴的宣布假期 如果真的是要宣布的话 那么就提早吧 就提早一年写在日历当中 OK 那么马来西亚的公共假期 其实从全球的国家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算是相当高的 因为我们有三大族群 每一个族群都有两天 他们专属的公共假期 比如说 接下来的星期六跟礼拜天的这个 哈利拉雅开采节有两天 那么农历新年也有两天 那么 新都教徒的也有两天 它并不是全国的法定的这个假期 一些州属有一些州属没有 那么 刚才讲的 拉雅还有拉雅两天 但是 除了拉雅之外 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 那么这些假期还不包括五一劳动节 还不包括 这个9月16号的马来西亚日 以及8月31号的这个国庆日 所以加加加加起来 马来西亚的这个假期 其实还特别的这个多 所以这一些 比如说今天 不是今天 比如说安娃在星期二宣布的这个 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假期 确实令到 令到商家有一点的这个手忙脚乱 一下子 一下子回不过来 哎呀东西要东西要安排 然后各行各业都手忙脚乱 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很好的安排的话 接下来我讲 商家可能要有更强大的心脏来做好准备 那么除了接下来的这个四天的这个假期 那么其实五月的时候 也有差不多连续的这个假期 就是这个五月一号的劳动节以及威赛节 所以两个节日都相当靠近 那么可能很多打工族就会 Scarly一起拿连假 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长 所以这一些东西 假期对老板们来说 是有点有点疼痛的 不过有另外一个领域就很开心 就是旅游业 旅游业就很开心了 就是可以赚钱吗 因为有因为有假期吗 有假期的话民众就就出走咯 不过我觉得假期有是好事 但是但是 那么说回来开灾节的 今年开灾节的首相的门户开放 哇 今年真的是很特别 这个新闻是今天早上的新闻来的 那么首相署发文告说 哦 今年他们反传统 今年来的这个政治操 不能够讲政治操作 政治操作是我讲的 OK 今年的首相的门户开放 就一分为三 分成三个地方举行 OK 分别在吉打吉兰丹跟丁家楼 跟丁家楼 那么这三个地方有什么功能点 对了 就是pass指振的周数 第一个功能点 吉打吉兰丹跟丁家楼 pass指振的周数 第二个功能点就是 这三个周数将会在接下来的 四五个月之内会举行周旋 哇 所以安华的这一轮 这个政治的操作 反传统的这个决定呢 就让他名正言顺的 以开灾节 门户开放的这个名义 去接触吉打吉兰丹跟丁家楼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么他们就可以投入政府的这个资源 来办这场open house 那么办这场open house 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当然普天同庆 开灾节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嘛 那么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通过出席者 看看有多少人出席 来做评估来衡量自己的支持率 我相信在这三个周数的门户开放 政府肯定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肯定会动员很多两巴士 把这些民众从甘本再来 开放门户的这个地点 让整个场面好看 OK 你好过食物不够吃 如果你的人来的少 食物更食物比人多的话 那么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么我也相信 这三个州数的州政府 会在那几天同时也来办一场 他们州政府层级 州政府level的这个开灾节门户开放 就是要跟联邦政府做比较 要跟联邦政府较量 看看到底州政府办的人比较多 还是联邦政府办的人比较多 那么如果我是这三个州的州政府的话 我就会比联邦政府办门户开放 前一天我就先来举行 OK 我就先来举行 先把人拉来我这边先 OK 那么之后才去你那边 那么对于民众来说 可能他觉得 我已经出席了这个州政府的门户开放 哎呀 联邦政府的就算了啦 我就不去也罢 可能会有这样的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安华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检验 他的这个团队到底有没有动员能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这三个州属所主办的门户开放 都有一个主催单位 而且这主催单位背后也有故事 我们可以 可以来解读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吉打的 吉打的门户开放是落在4月29号星期六 地点呢 是在阿罗斯塔的Raya酒店 R-A-I-A酒店 那么它是从早上到中午 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那么吉打的朋友 4月29号 你们可以去那边feel一下 看一下 OK 那么这一次的主催单位是谁 是内政部 那么内政部长就是公政党的总秘书 Sifuddin Nasotian OK 那么Sifuddin Nasotian 他在上一届大选 就是去年11月大选的时候 他打的这一个他竞选的国会议席 但是输掉的就是在吉打 OK 就是Kulim Bandabaru OK 那么吉打的这一个首相署 首相的门户开放的主催单位 他是内政部 OK 很特别 他不是首相署 主催单位是内政部 OK 那么第二场 5月12号是星期六 这场呢 是在格兰丹 他的地点呢 是在Kulim Bandabaru Sutan Maman 四市体育馆举行 而这一场呢 他的时间呢 就是傍晚7点到晚上10点半 OK 傍晚的时间 OK 那么他的主催单位呢 是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这个部门是谁 这个部门的部长呢 是公正党的副主席 Nick Nazmi OK 是由Nick Nazmi的部门来主催 不过呢 他并不是格兰丹的国会议员 他本身的国会议席呢 是在吉隆坡 OK 是在吉隆坡 是在这个斯蒂尔王社 OK 斯蒂尔王社 那么第三场的门户开放呢 是在Tringano举行 是513 5月13号礼拜天 他的地点呢 是在苏丹 阿比丁大学 而他的主催单位呢 这一次不是公正党了 这一次是轮到 陈信党的 署礼主席 所掌管的部门 陈信党的 No.2 是Salahuddin 阿佑 那么这一次在 Tringano举行的门户开放 是由国内贸易 及生活成本部 负责主催 所以从他的 安华的这个部署来看呢 在三个州署 三个一党掌权的州署 去办这个门户开放 然后通过政府 通过中央政府 中央部门的这个资源调动 来营造出一种 与民同在的这个感觉 这一招呢 真的是非常厉害 我觉得非常高招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这些主催单位 要确保现场的人 是够的 OK 是好看的 而不是人少少 OK 而不是人少少 OK 好 那么这个 我们先谈到这里 OK 我看到AKLINE ScottFL 郭玉亮 OK 郭玉亮讲说 劳动节5月1号 然后威赛节是5月4号 OK 我的小编讲说 今天虽然讲很多课题 但是绝对不会减成178 减成178 OK 这个我的小编也是很有 很有创意 OK 也很会抽水 这一点坦白讲 我就比较目懂一点 OK 那个GET 找不到 这一点还没有跟得上 还没有跟得上这个 最新的变化 OK 最新的变化 OK 来 我们来看另外一则 就是机票 哎呦 机票有些时候 我真的觉得 哎 刚开始的时候呢 觉得你是为人民发生 但是之后呢 想想看 这种争议 其实 对解决问题 没有太大的帮助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 斗壶的民众 你要解决的就是 我的机票 能不能够回到理性 回到 可以接受的这个方面 而不是几千块钱 不管是两千块 还是三千八百块 总之上千的 上 四位数的呢 都是不合理的 对斗壶的民众 对沙巴 对沙拉越的民众 来说 他们要的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看到你部长在那边骂架 OK 不是看到部长在骂架 你骂架 除非你骂架能够骂 骂一下 问题能够解决 OK 这样就好 问题是你骂了之后呢 这个东西还是不会解决啊 那么大家都挖对方的这个 痛脚来讲 比如说 马华那边的这个角度 或者是魏加强的角度 就说 你讲这一个KFC Mcdonald 在KFC买Mcdonald的这个产品 之类的东西 那么我今天听到的 那一方的阵营 就马华阵营的人讲说 其实当初就是你 陆造福 Launch这个AASIA的这个Super App 当时是你Launch的 然后当时Launch了之后 确实是有民众通过Super App 来买到马航的机票 而且买到了之后还能够登机 就证明说这个东西都存在 当初是你Launch这个 AASIA的这个Super App 那么现在反而说 Mcdonald啊KFC之类的东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如果从陆造福的角度来讲说 我们不用讲这么多 你说机票很贵 OK来 我们4月20号一起送机 然后一起去问这个乘客 你的机票是多少钱 到底是三位数还是四位数 这听起来也 好像是有道理 但是如果那些民众都是提早买的 他买到的这个价格 不会收到太贵的话 又好像是没有吸藏下去了 对不对 不管这个东西怎样 如果其中一方还是咬着 另外一方不放的话 那么这个争议会变成 无效应的争议 OK 他不会带来成效 不会带来帮助的一个争吵 就好像non-revenue water这样 就是无效益用水这样 比如说水败破了 OK 水管破了 水一直流流流流流流 就浪费掉了 就是无效益的用水 那么政治人物也应该避免 无效益的吵架 OK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尤其是这些政治人物 一天也只有24小时 你能够做的东西 时间精力都是非常有限 那么倒不如把这些精力 把这些时间花在解决问题 而不是花在成英雄 或者是耍嘴炮 或者是动辄要跟人家 跟人家吵之类的东西 其实没有必要 民众真的 虽然我不是沙巴人 我不是沙拉越人 但是我能够理解 东马同胞 他们内心的那一种心情 那种无奈 那种愤怒 说我们现在要你来解决问题 OK 当然我知道 我了解说 这一个机票 它是属于商业的 商业领域的 那么政府能不插手 就不插手 就让市场的力量来决定 但是当它涉及到多数人的这个利益的时候 政府就不能够不介入了 OK 比如说在这个动马机票昂贵的课题上 那么政府就应该介入 加农部就应该介入 但是介入的这个程度 以及开战线 开战线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的 就老老实实把问题给解决吧 这一点才是关键 OK 好 那么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呢 口水战还是会继续开下去 还是会继续打下去 还是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很可惜了 再加上这两位领袖 是个别政党的领导人 一号人物 比如说陆兆福是新农党秘书长 魏家祥是马华工会的这个主席 那么他们两个 不可否认都是很能干的 OK 两个人都是很勤劳很能干 而且能力也相当强 执行力也相当强 那么现在大家就好好的发挥自己的角色 当官的当部长的就做好当官当部长的这个责任 那么至于另外一个没有当官 没有当部长又不是反对党 是属于体制内的不同声音的话 那么马华就应该要扮演好监督的这个角色 OK 那么马华确实在级标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的这个监督的这个角色 希望随着陆兆福讲说 OK 他不要再去回应了 这个课题可以暂时画上一个句号 然后明年不要再来重演 OK 如果明年来重演的话 我们又拿回今年大家讨论的这个焦点 重复使用 你看去年我们都讲过了 你们不要吵架 你们认真的解决问题 所以证明事情没有进步 他只是在那边原地他步而已 所以希望明年我们就不要再来讨论 几票贵的课题了 就算是贵的话也是贵在一个合理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我们消费者都知道说 旅游旺季或者是旺季的时候东西是特别贵 然后你要排队你要等 OK 这是旺季的时候 所以同样的买机票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碰到旺季的话 旺季啊 不是这个 forget的这个旺季啊 就碰到旺季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提早买 这点是对的 OK 那么这点是没有错 所以沙拉越的政府就说他们有意义 要购买 你越吃买就越贵 但是这个贵呢 不应该无限上岗 不应该贵到离谱 那么现在几千块钱的机票 在国内domestic flight几千块钱的机票 确实是贵到离谱 OK 这一点呢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沙拉越的政府就说他们 有意要设立自家的这个Boutique Ally OK 一个精品的旅 精品的这个不是旅游公司 精品的航空公司 OK 我不懂所谓的Boutique是到底有多Boutique OK 就期待沙拉越政府所创立的这个Boutique Ally 首先他叫什么名字 那么接下来他的这个航班 他是不是只是非西马跟东马而已 以及东马内陆地区的这个航班 这点还不得而知 OK 还不得而知 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进一步的这个讨论 因为安华 OK 安华之所 政府原则上同意让沙拉越设立他们本身的精品 航空公司 OK 仅此而已 那么接下来是怎样 就要靠进一步的发展了 OK 好 我看我今天的这个 讲的提议也相当的快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人力资源部的贪腐案 OK 呃 讲讲人力资源部的贪腐案 其实我当我看到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接触这个课题的时候呢 我的感觉就是 诶 到底是发生什么一回事 那么为什么会是人力资源部呢 那么如果你说 反弹会要调查这个贪腐案的话 其实 呃 跟着AG report来跑就对了啊 跟着auditor general report来跑就对了啊 比如说之前这个LCS OK 这个 这个国防部的这个 军舰的这个课题 那么之前讲说要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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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之后 嗯 嗯 嗯 好像是没有下文了 是不是 还是我漏掉这些新闻 但是我进这两个星期来翻的话 诶 好像没有看到LCS的这个新闻了 那么是不是沉下去了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反而就是外劳配额的这个弊案 那么 西 西瓦姑妈 西瓦姑妈的三个助理已经是被调查 然后 也已经停止了 那么同时 反贪内也请西瓦姑妈去喝咖啡 OK 请他喝咖啡 呃 协助调查 OK 他他不是以犯人 也不是以正人的这个身份 就是纯粹是一个部长的这个身份 协助调查 OK 那么 呃 协助调查啊 最终会怎样 不得而知 会不会有第二轮的这个调查 很大的可能会有 之间传出来说会有 但是之后呢 他又没有这个消息 所以我觉得 啊 啊 接下来 西瓦姑妈应该会很忙碌 啦 OK 那么反单位可能会 传造他 可能会传造他 那么 OK 我看一下啊 网民的这个流域 呃 只学政治 不是政治根本是反国家自己做了 还是 反国家 大家也知道 OK 你讲的是谁呢 呃 这个李王 OK roll out the student price ticket OK JJ呢 JJ呢 就讲说 呃 如果可以的话呢 是可能 要推出 学生价格的飞机票 OK 学生价格的飞机票 OK OK 我看到阿凯利讲说 针对这个 呃 极标昂贵的课题 他说 魏家祥和马华 呃都在刷存在感 不然都会被大众遗忘 OK 好 呃 Scott F.L就讲说 只是要 只是要新闻报导 曝光率 也 也为来临的周旋有做工 你讲的应该是 这个 这个 非机票昂贵 然后 两党领袖的这个争议吧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呢 呃 其实说回来这个 呃 机票昂贵 那么我必须坦白讲 哦 我真的我也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讲说 哦 因为我很少用 Aesia的这个 Super App 虽然我有它的这个app 我是进来才知道说 我原来可以通过Aesia Super App 来看其他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票 因为通常呢 我我我都是用Google Flight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网站来做对比 还真的是不知道 这个Super App 有这一个功能 那么 你是不是现在才知道Super App Aesia的Super App 有这个功能呢 如果是的话 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么就看 你看有多少个朋友跟我一样都是 乌丢丢的 那么进来 近期才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才知道说 哦 原来Aesia的这个Super App 有帮忙代理 其他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票 OK 啊 这个是我 我有点意外的 OK 这确实 对我来说是有点意外 OK 说回来 Sivakuma的这个 啊 不是 其实不是Sivakuma Sivakuma 没有涉及 他没有涉及 是人力资源部 OK 人力资源部 OK 要改一改啊 人力资源部 OK 人力资源部的这个贪腐案 那么今天的这个进展有看到说 有一家 政党他的account被被冻结了 然后 跟这个案件有关 跟这个外劳配额 案件有关 所以大家就联想 因为那个报道没有指明说 哪一个政党 他的account被冻结 所以大家就想说 哦 这个事情的话 跟人力资源部有关的话 那么被冻结账户的这个政党 可能就是行动党 OK 但是陆兆福讲说没有 然后行动党的总裁证 方桂伦 没有这回事 OK 那么到底是谁呢 还不知道 还没有看到这个眉头 所以事情还在发展 还在发展当中 他可能会在这个下个星期 或者是后个星期吧 可能会有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OK 突破性的进展 可能这个突破性的进展 就是抓逮捕 或者是发现到一些重要的证据 而这个证据呢 可能对某方不利 OK 我不知道到底是 呃 真实情况 会不会出现类似的例子 OK 那么如果出现类似的例子的话 西蒙跟 呃 这个Sivakuma本身 跟行动党呢 就承担很大的 很大的这个压力了 OK 嗯 这个案件值得我们关注啊 因为Sivakuma 是第一位任职内被反贪会调查的 团结政府成员 OK 第一位 在反贪会调查之下 呃 这个 什么了啊 呃 调查之下 成为被调查的部长 啊 应该是这样讲 OK 哇我真的是需要隐性 谁卖隐性的 我可以帮他代言 OK Figuran Bajalarut OK就粘成一块像江湖了 OK 好 那么 呃这个 呃这个 人力资源部的贪腐案 他 我希望他能够快到展乱吗 能够快快的解决掉 快快的呃 完成调查 然后将涉案的人提供上庭 不要拖 OK 不要拖 OK 不要拖 越快越快越好 那么可能开菜节回来 我们就会见证一些新的发展了 OK 好 好 那么第四 第四则新闻 安华跟马哈迪的敛财论 OK 给我喝一口水啊 安华跟老马这对政坛的 火宝 可以这样讲啊 安华跟老马的口水战 这对政坛的火宝 一名98岁 一名76岁 两个人加起来差不多是 呃 一百六十多岁左右吧 一百六十多岁的这个 好人家 为了这个 典财论而对普公团 好吗 我觉得 好 应该的 OK 但是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东西应该呢 因为在法庭的这个 审讯的过程当中呢 就必须要出示更多的这个证据 来佐证你的论点 那么这些抛出来的证据 这些数字 这些呃 报告呢 肯定会大开我们的眼界 所以 把这事情带上法庭 它其实是有它的这个好处的 不过 从另外一个稍微 理性的角度来看啊 就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 这一个它是属于政治课题 就应该用政治的方式 在政治的场域里头去解决它 OK 而不是把它带上法庭 当然现在把这东西带上法庭的 并不是安华 而是马哈迪 OK 是安华先讲说 某人在位22年以及22个月 他的家人累积了很多的这个财富 嗯 他没有讲谁 但是安华特别讲说22年跟22个月 OK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影射性很强 他明显的就是指老马嘛 对不对 所以老马就不开心哦 限定他在这个限定的期限内 你道歉 那安华讲 嗯 我才你都傻 道歉 开玩笑 现在我是主场 我掌握主动权 你要我跟你道歉 门都没有 要我撤回 sorry 没有这回事 OK 那么现在马哈迪可能说我要把你告上庭 但是告上庭这个东西告得尽吗 安华能不能够入禀说我要strike out 这个case 有可能的啊 那么公正党的这个国会员哈萨嘎里 就有写了整五个方式 安华可以用这五个不同的方式其中之一 来阻挡 老马 啊 针对他提出的这个 诽谤的诉讼 OK 那么法庭的东西我就 就不多讲了哈 OK 虽然这个还没有正式入禀法庭 还不足以构成 妨碍司法或者是藐视法庭 但是法法律上的这个东西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转场 那么这个东西它是 彻头彻尾的政治课题来的 就在政治上去解决吧 OK 那么就你马华跟 啊不马华了 sorry 你的这个马哈迪跟安华 马哈迪跟安华 OK 马哈迪 马哈迪跟安华 你就在政治管道上彻彻底底的解决 的解决 只不过老马 就算是老马输掉的话 他也会不甘心 OK 因为老马他本身就是fighting cock的这个精神 他斗鸡 他战斗力是很旺盛的 OK 他战斗力是很旺盛 然后 他的这个反扑能力也很强 嗯 所以这一点呢 我真的是要 OK 佩服马哈迪 98岁了 OK 98岁了 脑袋还很清晰 而且在政坛上还是有一点的影响力 可能这个影响力是不能够用选举 不能够用选票 不能够用你所赢得的议席来衡量 OK 他是有一些的这个支持率 不过这个支持率已经越来越萎缩了 OK 越来越输水Q最萎缩了 否则的话 为什么老马会输到连按柜精都没有 他的儿子不愧是输到连按柜精都没有 输到连轻轻 OK 啊 这些 这些东西对 对老马来说是个很沉重的打击 所以他说存在感 他继续贩卖焦虑 所以这一次他起诉安华 OK 我看到Alexander Ong Alexander Ong有提到说 官长你好 请问可以聊聊空政党的这个华裔领袖在政坛的前途与困境吗 OK 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课题 呃我觉得公政党现在的华裔领袖他的这个呃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位置以及他能够发挥的空间似乎越来越窄啊 OK 越来越窄 呃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我觉得我们来看哦 上届大选就是第15届大选的时候 原本属于公政党华裔领袖 上阵的这个国会议席 少掉了几个 OK 那么第一个少掉的就是Hulu Slango Slango的Hulu Slango 公政党派马来人上阵结果输掉 输给谁 输给PASS OK 啊我看到那成绩我也是摇头 怎么会这样的OK 输给PASS 那么体外话 PASS在Slang 它有三个国会议席啊 OK PASS之前在Slang 是没有国会议席的 是没有国会议席的 他们有州议席 但是没有国会议席 但是这一次PASS在Slang 有三个国会议席 其中一个就是Hulu Slango OK 之前2018年的国会议员是公政党华裔领 然后书会 OK 现在是PASS 那么还有Qualalangat也是PASS 那么还有呢就是KAPA KAPA的是这个Dr.Haliman 就是曾经上来封人馆接受访问过的 所以PASS在Slang 有三个国会议 有三个国会议员 OK 回到来这个公政党的华裔 那么我觉得他公政党的华裔的这个 能够发挥的空间 似乎越来越萎缩了 那么Slang的Hulu Slango 原本是华裔上阵的 现在换了一个马来人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呢就是 在联邦直辖区的这个Wangsamaju OK Wangsamaju之前过去 一直以来的这个华裔的这个议员 公政党都是由华裔来上阵的 比如说对上一次是陈一乔 陈一乔 在上一次是这个陈济光 OK 陈济光 从明镇党过来的 那么更早之前是黄朱强 Wi Zhukyong Wi Zhukyong Wi Zhukyong是2008年 OK 2008年 所以你看这两个议席 这个Hulu Slango 还有我现在能够想得起的 Hulu Slango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陈一乔的 为之忘记 OK 陈一乔的Wangsamaju Wangsamaju Wangsamaju 那么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的 原本是属于华裔议员上阵的 那么 对 Badu OK Alexander 谢谢你的这个补充 Badu Badu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那么至少我能想到的就是三个 Badu Hulu Slango 还有这个Wangsamaju 那么这一些原本的这个有胜算的 一习 那么为什么不让原本的这个华裔的领袖来上阵呢 他似乎有那一种的这个 怎么说呢 我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吧 可能他不完全正确 OK 他可能不完全正确 但是他的意思在那边 然后大家就去想 就是公正党内的一些马来领袖 用华裔的资本来做生意 用华人的本钱来做生意 什么叫做用华裔的这个本钱呢 就是这一些议席 它是属于混合区 就是混合区就是 华人 马来人跟印度人以及其他族群的这个比例 都差不多相近 就是说没有一个族群占过半数 或者是他接近半数 那么这些议席都是属于比较有胜算的 因为他有相当部分的这个华裔选票 或者是非马来裔的这个选票 所以这一些都是有胜算的 有胜算的这些后的议席过去都是由华裔来上阵 那么现在把这些议席让给了马来人 来上阵 所以这些议席 原本属于华裔领袖的议席就减少了 那么就是这些马来领袖 可能他们不想要冒险 因为在马来人占多数的议席当中 马来选民过半的议席当中 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把它当做是做生意的话 那么这个灰的比例会比较大 所以我就不要冒这个险 所以我就拿另外一个比较有可能赚钱的 OK 就别人已经出了本钱的 然后我就去拿来做生意 那么我就胜 我胜利的意思就是说我赢的那个意思 所以现在华裔的这个本钱 在公正党内的这个本钱 一直被其他的这个租金的领袖哪来用 OK 哪来用 但是华裔的这个领袖似乎没有 没有很强烈的表达他们的不满 应该是这样 没有很强烈的表达他的这个不满 那么结果久而久之 华裔的能够上阵的议席 就会越来越少 那么这一次呢 是几个国会议席原本华裔的 然后让出去让给让给乌鱼 之后下一届能不能够拿回来 OK 对Alexander讲说之前还有 Golas Pertang 对啊 Golas Pertang之前是蔡依林的吗 OK 蔡依林 那么后来 呃 输掉了输掉了 输掉了之后就没有了 就换其他人来上了 所以这种情况 如果公正党内的华裔领袖没有很强烈的表达不满的话 那么最终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公正党内的华裔的这个政治圈 政治空间越来越萎缩 就有一点像现在国政内的马华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呢是潜在的风险来的 当然有一些朋友不认同说 呃 之后你这样讲不对勒 你看公正党现在有华裔的部长啊 有他的副主席郑立康啊 OK 那么之前西蒙执政的时候都没有 西蒙执政的时候 呃 反而印翼的部长有两个 OK 一个呢是行动党的 古拉 另外一个呢是公正党的这个 呃 呃 呃 公正党的是 最后是 嗯 呃 以前是 周斯兰末的行政议员 西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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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政党 呃 行动党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名英裔的部长 是 呃 商工틴 探 那么我觉得 如果2018年 蔡天祥不是 被DQ不是被disqualified 他圣巴土的话 他会是公正党的华裔部长的人选 因为他在党内 他是最资深的副主席 所以这点很重要 那么简单来说 虽然这一次公正党的华裔领袖 就在联邦内阁当中 有一个华裔的部长 但是如果从更大的格局来看 我觉得他竞选 华裔领袖竞选的一息少 这个他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华裔的政治的本钱 被其他人拿来用了 用了之后又没有还回来 用了之后没有还回来 至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到他还回来 所以这个是公正党华裔领袖 必须要谨慎的东西 就是你那些可以赚钱的筹码 被人家拿来用了 所以你自己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 这个是个题外话 我们来看最后的第二个议题 就是行动党跟武统在吵架 火箭跟武统在吵架 火箭跟武统吵架 其实这个吵架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我觉得 OK 这个吵架是可以避免 可以不需要吵的 那么为什么要吵呢 到底是谁点燃第一把火呢 那么如果我们来看 近期的这一两个礼拜的这个事情 首先点火的应该就是霹雳州行动党的副主席 Aziz Barri Aziz Barri他是宪法专家 然后曾经当过西蒙霹雳州的行政议员 也曾经担任过霹雳州的反对党领袖 OK 那么他就讲说 武统现在的这个支持率已经减少了 然后马来人的马来人已经从原本支持武统 转向支持国盟了 所以武统现在要反省之类的这东西 就是说武统连在接下来六场的这个周旋 要扮演什么角色都不知道 所以他的这番谈话就令到巫统很不爽 然后巫统的Rofor领袖诺加斯兰 就是前内政部副部长 诺加斯兰就跳出来反了 就是说就是因为行动党 导致巫统没有办法获得马来人的支持 因为马来人对行动党很不信任 很不相信行动 那么结果这个口水战就爆发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是林吉祥讲说 如果纳吉获得特色的话 那么团结政府就会自我毁灭 然后政府就会倒台 那么这番谈话也引起了另外一名巫统 同样来自柔佛州的领袖部 这名领袖就是叫做Puat Zakashi Puat Zakashi他是柔佛州议会的议长 他也是一名州议员 那么这名Puat Zakashi他是出了名的重炮手 他是纳吉兼Zahid的左右护法 是100%Zahid的人来的 那么过去他也一直在批评党内不属于Zahid派系的人 比如当时的部长班 当时的Glasterman 3 那么Puat Zakashi就是Hood到很够力的那种 那么当然这一次Puat Zakashi也是Hood林吉祥 就说就数落林吉祥了 就数落行动党 说行动党其实你们应该要反省 那么希盟倒台 你们其实也应该要负上一定的责任之类的 然后就讲说马来社会对行动党的不信任 然后Muhidin对行动党 图断党对行动党不信任 所以才触发了这个希莱登政变 虽然他讲的东西没有完全对 不完全对 我讲的是Puat Zakashi Puat Zakashi没有完全对 但是有某一部分确实是反映了马来社会的这个角力 跟马来社会对行动党的这个不安 那么其实每个政党都有他的这个死穴的 每个政党都有他的这个死穴 那么如果大家都是盟友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挑他的这个死穴 因为你一动到他的话 你一动他就跳 一动他就来他就反击的 明知道这个是他的死穴 那么站在盟友的立场的话 没有必要去公开去讲 对不对 没有必要公开去讲 就好像朋友朋友之间 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弱点 那么你在大庭场合公开我的这个弱点的话 我一定是动你掉了吗 OK一定是按捺不住就返回攻击你 就回怼你 你也是有这个宠露的这个一面的 那么这个东西是没完没了 双方有这一个我觉得他们在这个 他们在吵架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演的这个成分 所谓演的是表演的这个 因为他们要向他们的支持者交代说 其实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 我抨击对方 对方目前为止还是这样 虽然我们是一起做政府 比如说行动党要告诉他的支持者说 虽然我们现在跟巫统在一起 但是我们对Zahid的这个案件 对这个Najib的这个案件 还是维持原本的立场的 那么现在Zahid要申请撤销他的这个 所有的空转 那么纳吉呢就要申请特赦 所以这个呢就让行动党 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位置 OK那么你要支持还是不支持 那么你也面对了你的这个支持者的这个质疑 说你们是不是为了做官 为了做政府 典当你的这个原则 而向这些盗贼统治妥协之类的这个东西 跟贪官污吏一起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行动党他面对基层的这个压力 所以林吉祥就出来讲了说 如果纳吉或者特赦的话 团结政府可能会自我毁灭之类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把镜头放在巫统的这个身上 巫统的基层同样指责说行动党的一些领袖 就是在那边很高傲 而且他们高傲的这个态度呢 就印证了我们马来人对行动党的这个反感 所以身为巫统的领袖 必须要从我们巫统基层 我们巫统支持者的这个角度 来反击或者是来批评 来点醒行动党 告诉他们说 不要忘记之前的希莱登这边 之前的新闻倒台是你们有责任的 OK 巫统的领袖要扮演点醒的这个角色 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算吗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口水战 或者是隔空骂架 不过他们的这个分歧 不代表一定会分裂 那么分裂就算分裂的话 也不代表说整个这个政府会倒台 他距离倒台还有一段的日子 那么我会比较乐观 我觉得说这些口水战 这些隔空骂战 三五不死都会出现的 只要只要在政府内 他们没有互相唱反调 这一点很重要 只要他们在政府内 在政策上没有互相唱反调就OK了 不要像之前西门掌权的时候 这个谁啊 土团党的部长跟行动党的部长唱 公开唱反调就比如说行动党的杨美英 OK他是科医部长 OK他在Linus课题上的讲话 被土团党的飞行车部长 那个企业发展部长 那个坐飞行车的 OK 就反驳 那么这一个反驳 其实是很难看的 OK 很难看的 那么这个东西出现在 西蒙掌权的时候 老马座首相的时候 但是 在目前团结政府当中 团结政府走了四个多月 从11月到现在 并没有出现那种 在政策上的分歧 OK 在政策上 大家还是相安无事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干预我的这个部门 我也不会去干预你的部门 OK 那么在老马的时期 是大家可以 cross来 cross去的 OK 就是friendly fire OK 出现 出现几次这种friendly fire 但是来到安华的 这个团结政府 这种情况 它说还没有出现 所以在政策上 他们是可以在一起的 就是火箭跟巫统 但是来到政治的时候 来到政党政治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在一起了 双方就是有那一个冲突 所以要让团结政府稳下来 可能行动党跟公正党 就要好好的克制自己 那么大家就专注的来谈政策 谈policy 谈执政 那么政党的东西 政治的东西呢 放在一旁 如果真的是要交代 要需要表演 需要这个action的话 就交给二三线的领袖 让他们去表演 让他们去发挥 那么中央领袖呢 就老老实实 认认真真的 去做执政的工作 做制定政策的工作 可能他需要政治跟政策来区分 OK 负责政治的 就不要去碰政策 负责政策的那些当官 当部长的呢 就减少过问政治的事情 OK 除了Zahir Hamidi 因为没有办法 Zahir他本身是那么多 他是副首相 他同时也是巫统的这个主席 那么这些 双重身份 戴两顶帽子的领袖呢 最好就是不要去评论 不要去回应 政治的课题 因为你一回应的话 就是没完没了 OK 不管你的答案 有多么的得体 多么的这个 四平八稳 八面玲珑 但是政治上 总会有一些东西 会给你的对手挑起来的 所以 简单来说 就是专注政策 少谈政治 多做政策 少谈政治 那么政治上 有很多东西可以争议 但是来到政策 来到policy的时候呢 就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异归 这个呢 可能就比较 比较容易处理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处理 那么对巫统跟火箭来说 政治放一旁 我们就关心政策 否则的话呢 这一些处理不当的课题 会成为即时炸弹 OK 要把这些即时炸弹先拆掉 要找炸弹军 来把这东西拆掉 OK 这个是相当关键的 那么我觉得 巫统跟行动党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看待 OK 他们还不至于分裂 他有一些分歧 分歧是肯定存在的 不能够说没有分歧 只不过他的分歧 还是处在一个 可控的范围当中 分歧处在可控的范围当中 他并没有 并没有发展到分裂的 这个阶段 还没有分裂 OK 好 那么这个是最后第二个 跟大家聊的课题 那么最后一个 跟大家聊的课题 就是Muda Muda Muda 大家你还记得Muda吗 还记得Muda吗 去年11月大选之后 有吗 来告诉我 你对Muda还有印象吗 Muda是不是除了一个 帅气的主席 帅气的赛萨地之外 其他领袖你有印象吗 我这里念出两个人 我看看你还有没有印象 第一就是Lim Weijek Lim Weijek是Muda的 Muda的最高理事会的成员 他本身是一名律师 他比我还要年轻 他比我还要年轻 真的是年轻有为 他是一名律师 那么经常在媒体上 可以看到 听到他的这个意见 OK Lim Weijek 那么Lim Weijek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是 进来风云人物的女儿 就是李静友的女儿 OK 李静友的女儿 他也加入Muda OK 李静友三个女儿 其中一个女儿加入了Muda 那么在今年 是今年 应该是今年农历新年的时候 去年了 sorry 去年农历新年的时候 他的女儿还高调的 跟Size Adi一起拍TikTok 拍这个Instagram的农历新年的一些短视频 OK 我印象中的土团党的领袖就是Size Adi 然后Lim Weijen 还有李静友的女儿 以及另外一名 柔佛州的周团养 OK 柔佛州的周团养 也是Muda唯一的一名周团 她是一名女的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好像是 好像是叫做Amira吧 OK 我不太记得了 女的叫什么名字 OK Gowilang讲的女的叫什么名字 我不太记得 应该叫Amira吧 OK 不过无所谓 那么Muda能够 能够让人家记忆有心的 就是Size Adi Lim Weijen 李静友的女儿 跟这个柔佛州女周团养的名字 那么想想看 我们长期关注 长期看留意政治新闻的 连那个女的唯一的周团养的这个名字 我们突然之间也想不起 更何况是其他人 OK 其他人真的就只有Size Adi罢了 那么Size Adi她似乎很不满 她很憋着憋着 觉得很委屈 就是政府执政党团结政府成立的秘书处 已经开了两次会议 但是两次都没有邀请Muda 所以Muda就很不爽 就写信给秘书处的秘书 OK也写给公正党的总秘书 因为公正党的总秘书 Size Adi Narsotian 她也是希盟的总秘书 就说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出席 那么Size Adi有说 我还没有时间看你的这个信 其实读一封信 也不需要花你太多时间 就是Size Adi不想要去回应 所以她就讲说我还没有看到你的这个信 已经两次的Size Adi 她想要出席那个会议 但是没有受到邀请 那么如果我是Size Adi的话 Omira Aisha OK谢谢小编 那么说回来 如果我是Size Adi的话 我可能就会稍微用 不能够讲无赖的方式 就是我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 OK非常时刻 我就用 李静友的女儿 长女叫做李静凌 OK好谢谢小编 李静凌 OK Amiroa周一元 李静友的女儿李静凌 Lim Weijet 还有Size Adi 就是这四个人的名字 OK 我现在跟大家讲 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李静凌 她是李静友的女儿 长女 然后Size Adi 你一定知道的 然后Lim Weijet 年轻的律师 以及Amiroa OK回到来Size Adi的课题上 那么如果我是Size Adi的话 但我知道 因为之前两次 你们都没有邀请我 那么第三次我知道日期 我知道地点的话 我就直接杀上去了 OK我就直接杀上去了 就看你们 要不要真的做到这么无情 把我拒于门外 OK 那么之前两次的会议 都是在巫统的总部召开 第一次的会议是在巫统总部召开 那一次的会议也是安华离开巫统 二十多年之后第一次回去 OK第一次回去 以首相的身份来主持 那个团结政府秘书处的这个会议 当时还有这个沙巴 以及沙拉越政党的主席都有过来 那个时候我还看到GPS的这个主席 就是PPB 他也是沙拉越的总理 就是Avangio 他也有来骗骗这个Muda的主席 这个什么名字 Muda这个主席 塞萨迪没有受药 所以第三次的话 如果还是出现 这样还是没有收到信的话 但是其他的领袖有收到信的话 那么我强烈建议 强烈建议塞萨迪不请自来 就是知道几点在那里开会 就是在那一个时候 跟记者讲 我会出席 然后就不请自来 就去到那边 因为媒体肯定会在那边的 那么如果他去到那边 他不给他进去会议的话 那么他出来外面 那么塞萨迪肯定会向媒体发言了的 那么整个政府也很难看 那么如果我是塞萨迪 我会这样来做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舆论的方式 逼你让我进去会议里头 就算是我坐在最后面 坐在尾端 我也无所谓 我就是要进到会议里头 我就是要知道 你们讨论的东西是什么 那么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可能会令到团队政府有点难堪 但是这个无所谓 这个难堪一下子就过了 民众也是散望的 但至少他采取了主动 而不是说在会议之后又发文高 然后才来投诉 那个效果不大 效果不大 要么就是直接缠上去 然后你让我进去 你让我进去 我坐在旁边无所谓 因为我也是执政党的一份子 当然他做出这个决定 就是不请自来的话 他可能要承担一点的风险 他未必是后果 他未必是后果 可能一些风险 就是说可能之前跟政府讨论好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政府承诺说 OK要给Muda一些角色扮演 可能因为赛萨迪的这个动作 搞到政府很难堪 那么之前答应的东西可能就没有给你 不过这个东西是要看赛萨迪如何去衡量 如果这个时候他要让他的党员 因为赛萨迪也必须要向他的党员交代 你这样一只一而再再而三的 没有被通知出息会反而觉得你像猴子这样被耍的话 那么赛萨迪身为党主席也会觉得很没有尊严 OK 你身为党主席你没有尊严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带队了 OK 你的党员会觉得说 加入你这个政党好像是没有什么作为这样 所以赛萨迪他也必须要稳固要巩固他的支持者 他的党员 他必须要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动作 比如说不请自来会不请自来 我始终觉得不请自来这一招 他虽然有一点的偏激 但又不会说到太过极端 OK 他只是不按照常理出牌而已 所以这一点是可以尝试的 OK 这个就是 OK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六个课题 OK 我用一个小时多把这六个课题考读完 那我也很担耐一下 OK 其实我是讲了第七个课题的 另外一个课题是 朋友突然之间问了 这个问我的就是 OK Alexander Ong OK好 我今天做了八题的分析以及分享 但是小朋友讲说 OK不会把它切成17段 不会把它切成17段 OK但是至少我觉得会有7段 OK好 那么我看今天 我看一下在我结束之前 看看还有没有一些网民们的一些看法 OK 我看到的是 邀川讲说小党难立足 Muda很难出头 对啊 所以PK 这个公正党才可以这样对Muda不客气 就是说Muda没有必要进来 Muda大概的一些公正党的领袖 就认为Muda你太过年轻了 把你当成小孩子来看 小孩子来看 小朋友来看 你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作为的 你不如你解散吧 你加入 加入公正党会更好 但是赛萨列怎么能够吞下这口被羞辱的这个气呢 他觉得我还是有作为的 我还是有我还是可以发挥角色的 好我们就看接下来Muda到底能有没有多大的一个作为 只要他跟西蒙的关系维持 不需要太过亲密 OK 维持的话呢 再加上Muda的其他领袖 在社会各个不同的层面 建立起他们的知名度 建立起他们的口碑 就是一个赛萨列要复制多几个赛萨列 要把一个赛萨列变成两个赛萨列 再从两个变成四个 四个变成十六 十六变成三十二 OK 要以倍数级的这个成长 那么才能够让西蒙的领袖感受到压力 我不能够再忽悠Muda了 因为Muda现在翅膀硬了 但是如果你翅膀不够硬的话 没有谈判筹码 而且你只有一个国跟一个州 就是Amira跟塞萨列而已的话 其他政党真的是可以把你当透明的 OK 把你当透明 可以完全不理你的 所以政治就是很现实的讲实力 那么回到Alexander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筹码越来越少的话 如果公正党内的华裔领袖筹码越来越少的话 那么接下来你的谈判能力就越来越差了 OK 而且公正党还有一个情况 他的党员当中 他党员当中最多的 其实不是马来人 党员最多的是印度人 OK 这一点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惊讶 公正党的最多党员的这个处境 竟然是印度人 对 竟然是印度人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哇 OK 有一点 有一点颠覆 对公正党的这个认知 OK 国瑜量还讲说 OK 我用最快速的时间来回应 国瑜量讲说可以谈谈法迪拉的这个话题吗 他这几年出现在当今大马的这个访问 包括东马35%的国西和西和沙盟跟州 跟联邦政府合作的这个来龙去脉 两个简单的两个点 第一就是东马的力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重要了 OK 那么 GPS想要发挥领导东马政治的角色 因为他有这个本钱 他有这个能力 因为GPS是相当solid的 他不像沙巴的这个政党 OK 那么沙巴的GRS 包括之前的土团党的一些人 有一点像杂派军 沙巴的情况有点像杂派军 那么沙拉瓦就很solid OK 很solid 所以GPS是想要通过整合沙拉瓦跟沙巴 让他变成一个bonio block OK 这个之前有分析员提过 包括沙巴以及沙拉瓦的政治领袖也提过说 他们可以成立bonio block 那么如果成立bonio block的话 沙拉瓦就说把西马的政党全部赶回去西马 你们就在西马回就够了 不要来沙巴 不要来沙拉瓦 赶赶赶赶叫叫 OK 那么这个只有沙拉瓦能够做到 沙巴已经做不到 沙巴已经做不到了 因为沙巴被东马的一些政党渗透进去了 所以沙巴不再是净土 沙拉瓦就是净土 因为当国阵最强盛的时候 国阵也没有进入沙巴 这个就是沙巴人对百毛又爱又恨的其中一个原因 他们很讨厌百毛 对百毛很反感 就是百毛执政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一些贪腐的东西 但是他们又很欣赏 也很respect百毛 因为百毛的立场很坚定 就是把国阵挡在沙拉瓦 把他们挡在南中国海那边说 你巫统马华明镇 你不要进来MIC 就让我们PPB跟沙拉瓦本土政党 来处理沙拉瓦的政治 你们不要进来 那么国阵也没有进来 那么现在除了西蒙的两个政党 行动党跟公政党有在沙拉瓦插旗之外 也有赢得国州议席之外 那么现在这一个国盟也想要进来 但是国盟的力量不强 虽然国盟的土团党在沙拉瓦 却有一个国会议席 就是沙拉瓦的阿里比铸 不过阿里比铸他之前是公政党的 只不过在2020年西莱登正面 跟着阿斯米拉利跳到去土团党 然后在新的州选举 不是州选举 在新的国会选举当中 阿里比铸继续成功捍卫他的沙拉瓦的国会议席 所以现在对于西蒙来说 就是他们要不要从沙拉瓦退出 那么如果从沙拉瓦退出的话 留在沙拉瓦的蓝眼跟火箭 这些领袖怎么办 他们会不会成立本土的政党 OK 他们是有条件成立本土的政党的 那么沙拉瓦有本土的政党 那个本土的政党就是黄顺葛的政党 OK 那么关于黄顺葛的一些课题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重新再找回来 黄顺葛也曾经接受过封人馆的访问 那些很长 差不多一个半钟头 他讲了很多黄顺葛的那个党 OK 他们可以壮大那个党 就让黄顺葛的那一个党 成立沙拉瓦本土的反对党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公正党跟行动党 推出不参与沙拉瓦的州选举 沙拉的州选举最时必须要在三年之后 就是2026年举行 所以还有一些的 这个还有一些时间 OK 这个是接受法迪拉访问我的一些的看法 OK Alexander Ong说 这不是巴黎吗 但是 官长觉得华裔领袖在公正党还有前途吗 还有前途 简单来讲还有前途 只不过前途会比较暗淡了一点点 感觉公正党的华裔党员也在减少 Less than 9% Out of 100% 坦白讲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我不知道说公正党的华裔党员到底有多少 可能要问一问李建冲 李建冲是通讯局的主任 有什么意见可以吸引更多华裔青年加入公正党 感觉到现在华裔青年如果要参政的话 都优先选择行动党或者是Muda 当然选择Muda的原因是Muda带来一个全新的气息 以及年轻人对政治可有新的想象跟新的想法 就是加入Muda 那么因为Muda他新 然后他也没有既定的这个框框跟框架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要从政的话 进入Muda会比较好玩 OK 就是没有太多老人 不会太过老扣扣 就是他的可塑性相当高 那么对行动党来说 就是如果你加入政党 你想要成为YB的话 你想要在政策上发挥一定角色的话 发挥一定功能的话 那么你加入行动党 行动党你加入的话 你获得上阵的机会 肯定比公正党肯定比马华来得高 而且你上阵的话 胜选的几率也相当高 所以行动党要吸引华裔青年轻人 是很简单的 OK 那么反而公正党 公正党它可能可以主打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加入公正党 你就是了解现实的马来西亚 就不会给你乌托邦的马来西亚 就现实的马来西亚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马来人主导政权 然后印语跟华裔呢 是扮演伙伴的这个角色 但不是老大哥 在行动党的话不同 在行动党的话 华裔占多数 OK 所以那一个氛围 那个环境可能对 华裔的从政者来说 会相对的舒服 会相对的舒服 但是来到公正党的话 可能就不一样 但是长期来说的话 公正党可以走得更远 因为它的这个领导层的这个结构 符合马来西亚的族群结构 OK 当然它的党员的这个比例 不符合马来西亚的这个族群的这个结构 但是在领导层方面呢 是符合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族群的结构的 而且它是马来人为主的多元种族政党 这一点很不同 这一点跟行动党不同 行动党是以华裔为主的多元种族政党 所以很容易的被标签为是华人政党 那么同样的公正党 它被标签为马来政党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 在马来社会里头 或者是在华人社会里头 不会引起太大的这个反弹 但是行动党是以华人为主的 多元种族政党在马来社会当中呢 就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华籍政党 你的政党里头的马来人是拿来装饰的 是拿来白美的而已 OK 不会发挥太大的这个作用 也没有这个角色好好的让你发挥 所以公正党如果要吸引更多华裔年轻人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主打 以马来人为主的多元种族政党 它是真正的反映马来西亚的这个实况 那么它的领导层是相当多元的 相当多元的 也比较能够反映马来西亚的实况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的一些看法 OK 好 一个小时半的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朋友 在跟我一起来封新闻 一起来听新闻 那么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四天长假 那么开车的朋友就要小心 那么外处的朋友记得要照顾健康 要照顾卫生 因为新的这个变异的病毒叫做Octurus 是叫做Octurus OK 就是大脚星的这个意思 OK 那个病毒已经在我们的社区流传了 OK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么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跟大家封新闻 拜拜 拜拜